昨天中华職棒总冠军赛 统医师在延长加赛当中 击败了对手一大犀牛 拿下了中华职棒24年的总冠军 不过其实这座总冠军 都是靠统医师缺一不可的大功臣 不断的建功才得来的 像是高国庆适时的提供进攻火力 羊头坎诺 不让犀牛的打者越雷迟一步 大家辛苦拿到了这个总冠军 真的格外的有意义 就连即将加盟统医师的郭洪志 也都在赛后访问的时候表示 明年一定要再拿一座总冠军 这个总冠军 这个球出手打的是相当的高 但是距离不够 遭到了接杀 橘色的海岚从天空洒下 统医师的球员冲进场中央互相拥抱 庆祝对史上第九座总冠军 但这个冠军可是靠许多功臣的血汗 才打回来的 休息两天而已 这个球出棒打到在右外野方向 落地新车的一战打 高国庆就用比赛猛打赏了 高国庆在整个系列赛里打击率高达四成六七 球棒超级火烫 替球队增添火力 也获得总冠军赛MVP功不可没 统医师终结着坎诺四场比赛都上场 但只要站上投手球 刁钻的球路让一大犀牛无法突破 打线完全熄火 虽然谦虚的把功劳推给投手 但没有好的配球 投手也无法发挥百分百的实力 高志刚的精准配球和每个投手相辅相成 而代理教练陈连宏 也马上被统医球团正式任命为总教练 即将加盟统医师的小小郭 也兴奋的振臂高哭 统医师浓将如云 下一季又加上郭洪志 虽然才刚拿下一个冠军 但早就已经放眼下一个总冠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